今天要來介紹三個玩具 都是一隻玩具 因為平常服服太無聊了 所以我們就會買這種玩具給大家玩一下 可以消磨時間 那首先先介紹這個最常見的 Lost球 那它的難易度的話就是 它裡面有這個的大小可以調整 它旁邊這樣調整就可以調小或調大 它的難易度就會這樣子調整 然後第二個玩具是這一個 既這個是貓咪的玩具 所以我覺得它太可愛了 我就買來給伯伯 很像一根棒棒糖 然後它的難易度調整也是這邊的孔 這樣旋轉上來 它就會變小 難易度就變超難 然後收下去就是最簡單的 這個是在玩具中藏零食 那這些普通通通都有玩過 所以它現在都知道要怎麼玩 那我所有的難易度都是弄最簡單的模式給它 然後我這也會夾在最外身 應該夾中間比較難 那我每個玩具呢都會放三片肉乾 因為它最喜歡的肉乾 這一種肉乾 它現在就很養肢了 啊 啊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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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第一顆 得到第二顆了 很快很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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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手真的很可愛耶 我惱羞 撞不出來 我惱羞 氣到中下巴都出來 生氣了 好心的媽媽幫她喝一下 生氣了 好這對阿說一直來來都是很難的玩具 都裝不出來 知道怎麼玩 可是不會裝出來 她的口水先跑出來了 她的口水先跑出來了 我將食物弄出來了 得到第一顆 怎麼這麼優秀呢 又生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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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找一顆 快點找一顆 你看這裡有一顆耶 沒有看到 阿,你自己弄掉出來了 這裡這裡 親愛的 她還在聞 她沒有發現她的臨時已經先掉出來了 先拍一下屁股 很可愛 他找到了 也發現地上第二頭了 總圈小玩樂 很棒 我都看著他的雙下巴給他再聞一下 好啦這都沒了 總結所有的遊戲中 就是這一個最簡單 最早就是學會這一個 這一個真的很愛拿了 他食物真的是不倒王原理 只能到這裡 然後他之後我都會靠狀的 讓他一直轉 所以食物就在裡面一直轉 他也沒辦法玩多久 再來第三個是 這一個長零食的 要靠手去搬 他對長鼻子的狗狗可能比較容易 他這種短鼻子的 要伸進去 他會覺得很要窒息 不過他還是會玩 他知道這些都會放食物進去 不過還是這一個最棒 因為他可以玩得到吃得到 好 伯伯最後跟他說拜拜 拜拜 跟他說要訂閱我 要訂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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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訂閱我